新的一年我分手了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 我以为她是来就是我的 没想到却是把我推向另一个深渊 不是你干嘛呢 你像鬼一样 你走路一点声也没有 你吓我一跳 好几天没在公司见你呢 你跟女朋友还好吧 前女友 分手了 敬余那天那个男生吗 不是你是不是整天没事干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八卦呢 没有 主要那天要不是我非拉着你一起吃瓜 你也不会看到他跟那个男生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这天你没来给我担心呢 我怕你一时冲动着他俩算上 被警察抓进去 那我不就能帮凶了吗 你想想力可真丰富 那都成年人了 谁又无力解决问题啊 那不合适分开不就行了 你这种眼神看着我干什么 没有 只有一般女朋友给男生带遛 不是你 你会不会聊天 那你那你不都很难过吗 你怎么看我没事 那你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 我哭哭啼啼一泪洗面 我说男人 我说男人 男人游泪不轻弹你不知道吗 行行行大男人 没事就行了 知道了吗 不是不是等一下蓝蓝 怎么了 不是你先坐着你先坐着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觉得分手户还能做朋友吗 我觉得 对 不行吧 为什么 因为人总不能差着明白装糊涂吧 一定两个人在一起有个很亲密的关系 再选择做朋友的话 很容易分不清对对方的情绪 是属于恋人还是朋友 这台湾还是连接感了 我觉得没必要交一个自找病的朋友 如果你要想象的话也是不可以 也是哈 既然选择为这段感情画上句号 那就相望于江湖吧 更往想 我刚才说的话其实你都明白 你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来 借尽自己的想法吗 我就说你在逞强吗 你还不承认 不是 我发现看着你平时挺傻白甜的 没想到你懂得也不少啊 对了 我有个办法能让你快速的走出失恋的意义 什么办法 我有个表姐 今年二十九了 正好比你大三岁 你大三不报警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不劳您不劳您发生信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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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